我有时候觉得今天我们是在和平年代 虽然说还唱国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能忘了历史 我们也要居安思危 可是有些人他有时候有一种 要叫我觉得就是过分的受迫害妄想 就一帮中国游客在泰国可能是狼漫机场 因为航班延误在这群起咆哮 然后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这个事好像是这样 就是这帮中国游客本来搭乘的是9月4号 北京时间下午5点50分 从泰国起飞回重庆的航班 可能是泰国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 然后被告知延误 说是一开头通知的原因是飞机来的时候遇到暴雨 可是后来又通知说飞机有故障需要检修 这到最后飞都已经是第二天凌晨的三点才起飞 但是闹了这么长时间 闹到后来的一段时间的延误 本身也跟乘客的态度有关系了 就当时一开头被告知延误的时候 260人大概乘客也发生了分裂 有一部分是服从机场的安排 说回酒店先休息 能起飞的时候起飞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 就是要把机场坐穿 就等待机场就是不走 然后我们看这个视频里有一小伙子 还在那忽悠 就是说我们提出的条件 他们提出什么条件 要波音747来接我们 机场泰国机场要向我们道歉 然后要赔我们1000块钱 然后你就听见重庆口音的还说 就说我们要的不是钱 我们要的是尊严 然后旁边有一个人说 就是我们那意思 我们也都不是没钱的人 人民币现在好值钱 是好值钱 当然最近有点贬值 就是你听见他们这些咆哮 然后回酒店休息的那帮乘客 等就通知说能来登机的时候 在登机口又遭到驻留在登机口 坚守战场的这部分乘客的斥骂 说你们不爱国 你们没跟我们同仇敌看 你们怎么就从他们就跟着就回酒店了 结果听说最后还有三十几个乘客 最后飞机就要起飞能起飞了 拒不上飞机 就是要抗争到底 然后最后怎么办 我看有一个微博说 又得把全机乘客的行李卸下来 因为他们都拖运行李 所以你拒不上飞机的这三十几个人 又得把你们的三十几个人的行李给捡出来 这飞机才能通过安检 你才能够飞 所以这个本身又耽误了时间 当然我看大家聊的一个热点 主要是唱国歌这块 就是说一些自己感到受到侮辱了的中国人 在泰国的机场纵声唱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我首先想说 现在可能有些人都忘了 国歌的奏唱是有明确规定的 不是随便你想唱 什么地方就能唱 那叫不严肃 有什么规定 我可以跟大家一块学习学习 你看 国歌的奏唱礼仪 有明确规定 场合 什么场合 一 国歌可以在下列场合奏唱 重要的庆典活动 或者政治性公众集会开始的时候 正式的外交场合 或者重大国际性集会 举行升旗仪式的时候 重大运动赛会开始 或者我国运动员 在国际体育赛事中获得冠军的时候 还有欲有维护祖国尊严的斗争场合 重大公益性文艺演出活动开始时 还有其他重要的正式场合 不是什么时候你想唱就能唱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游客 大概他也沿用了其中的一条 就是什么 欲有维护祖国尊严的斗争场合 为什么 也有一个微博为证 就有一个把其中一个视频放上来的 微博的博主 他表示 他说 他里边有句话 他说 泰国不是不尊重我们这些游客的问题 他是不把中国放在眼里 他把这个当成了维护祖国尊严的斗争场合 我看到这个事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起 当然这个乘客里什么人都有 但是看到此情此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一下子链接了 在建国之初 你知道陈毅 陈毅当时开跟科学家开一个大会 陈毅讲过的几句话 他当时讲了 他说 我们要跟国内外各种各样敌人斗争 对吧 他说 但是愚昧也是很大的敌人 他冲这些科学家们讲了 说几亿人没文化 同志们 这也是我们很大的敌人 你说有那么一句话 正义 多少罪恶假辱之名一行 多少罪恶打着正义的旗号而去行 你也可以加一句 多少愚昧假着正义之名一行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叫拉大旗做虎皮 您琢磨琢磨这话 为什么要吓唬人 你要能吓唬人 要能显示你厉害 你牛 你要披张虎皮 是不是因为平常你自己太自卑了 是不是因为平常你自个儿太弱小了 所以当单个的你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个怂 你就是个怂羊 所以你要干点什么事的时候 你要披上一张虎皮 但你明明不是老虎 对吧 真老虎的话 山中亡 寿中亡 单打独斗 你自个儿去斗争去 但是当一个人是条虫 一帮人就能够狐假虎卫的时候 他要披上一张虎皮 但是你看这句俗话说的有意思 叫拉大旗做虎皮 你看很多时候 我们干很多事情 你觉得得拉过一个大旗 什么大旗 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企 你觉得披在你身上才能当你一个虎皮去吓唬人 你看 很多时候 我又想起更多年前的胡适先生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这句话后来到人批判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少谈些主义 多研究点问题 你看咱就具体的这个事 你就是航班延误了 不是航空公司的原因 就是机场的原因 就是客观原因 或者是有服务态度的原因 你认为 但不管什么原因 你就去解决 你得多研究些问题 你是要索赔也好 你合理合法的 对吧 你去投诉 你去跟人家交涉 跟国家和民族有什么关系 跟爱国主义有什么关系 你不就是航班延误了 你不爽吗 你不爽 怎么你就拿个国家国旗 拿来做你的虎皮 你看这种心理 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甚至又不断就又想起 这有一次 我跟王蒙老爷子 我们一块做枪枪 他也是谈到一个问题 他说我近些年看见网上 动不动就有很多人 讲血性 碰到一点什么事 就讲人要有血性 王老师他有点困惑 他说咱们现在都讲血性的 咱不是应该讲理性吗 什么叫血性 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 也许你可以讲血性 这就真像国歌 就这些人唱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义勇军进行曲 这是当年918 日本人占了东三省 然后东北抗日武装 在一年之间就达到了30万 到1933年的时候 大部分抗日武装都撤到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沦陷的热河 然后聂尔就咱们的民族音乐家聂尔 那个时候跟着是去慰问 跟着一帮人是去慰问 慰问的时候慰问到一个三营 这个三营官兵唱起了东北抗日 义勇军的军歌 叫做义勇军誓词歌 还聂尔一听他是南方人 他听不懂 他就问说他很感兴趣 他就说你们这个东北人 你们就是唱的啥子歌 啥子歌 结果那东北战士也没听明白 他跟他解释 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 不是傻子歌 说这是我们的军歌 聂尔受到鼓舞 创作出了义勇军进行曲 后来田汉在监狱里 又写了这个歌词 这个歌词是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时候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今天我们是在和平年代 虽然说还唱国歌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不能忘了历史 我们也要居安思危 可是有些人 他有时候有一种 要叫我觉得 就是过分的受迫害妄想 就是你个行动 航班延误 或者即便是泰国机场处理 有什么处理不好 对吧 你能觉着能犯得着 那是泰国瞧不起中国吗 您要这么说 我说最瞧不起中国的是中国民航 整天航班延误 国内航班延误 你怎么不唱国歌呢